2014年的福龙国际沙雕艺术节在昨天已经盛大开幕 今年有超过80件的大型沙雕作品 带你一起来看 一幅幅大型立体雕塑景观 矗立在福龙海水浴场 国际沙雕艺术季周末吸引大批民众来合影留念 有中世纪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 从威尼斯东游到中国的探险故事 有古代中西陆路贸易 横跃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看起来非常壮观 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正和下夕阳 脸部表情纹路都栩栩如生 还有最近最夯的猫熊旋风 可爱的银鸭最受小朋友欢迎 它是动物人的银鸭它在吃竹鸡 可爱吗 可爱 今年的沙雕记共展示了71座超过80件作品 带给游客最震撼的视觉饗宴 这样的一个传承不只是在国际间有一个知名度 更重要的是让全国的民众有兴趣的能够对 沙雕这个创作艺术能够做一些了解 看着那个沙雕觉得那个沙雕做得很漂亮 就是想要做一个城堡 亲子同游挑战沙雕创作的极致工艺 摸摸沙踏踏浪 今年夏天民众也可以来经历这场跨时空的惊奇旅程 记者黄晴王国林新北市采访报导